新建的一个module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做什么 我就刚刚的第一个把档案读进来 第二个的话呢 只取前十个会员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取姓名跟手机两个栏位 怎么做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三件事要做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档案读进来 那档案怎么读进来 当然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档案在哪里 OK 就像要知道敌人在哪里 就把那个刚刚的档案读进来 我刚刚的下载应该是下载到哪里 下载到 下载里面 下载里面有个member OK 当然呢 我们点上面这边会有一个 会有个路径 那要不然就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干脆直接把这个member.tst 先把它放到src下方就好了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果你假设不放过来的话怎么做 我们先简单先把这个档案先复制到这边来 src下方 几个方法 你可以拖拉然后到src放开 它也可以复制过来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按右键 复制 这边不是复制 你到src上方按右键把它贴上 这样也可以 我发现好像有些版本好像会有问题 就是拖拉有问题 但复制贴都可以 好 那贴过来之后member就在这里了 打开 在这边就有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我已经把那个档案放过来 接下来的话我用什么 f等于什么呢 等于open 所以刚刚讲过嘛 就是蛮好气的 然后给它入境 入境名称叫什么member 所以member.tst 然后后面的话我把它读它 所以读取它的话就r 那读到一个f物件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先秀一下 比如说全部s等于什么 f等于全部读好了 因为它里面不止一行 realize只能读一行 所以这边的话我用read 好全部读 然后帮我怎样print出来 prints好了 这样应该够简单 三行 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执行 会不会成功呢 理论上应该会成功 可是这边run了之后 你会发现会有很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很大的 反正你就要看到什么 只要是什么unicode decode它编码的时候 发现有错误了 为什么呢 CP950 CP950意思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 是在windows底下 那windows是微软的 微软就跟其他的阵营用的编码就不一样 其他的非微软阵营都是用utf8 可是微软就是用CP950 所以他用CP950来开的话会造成什么 编码错误 那我怎么知道他用哪个编码来开 其实有几个方法 你要不就是把这个档打开之后的话 最简单的判断方式 只用记事本 里面的话用令存 档案里面有令存新档 令存新档 你就找到令存新档 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什么 编码 它这边就出现了 有没有utf8出现了 不过这边还出现跟你讲 有BOM的 有那个前面还有一些标题的那个utf8格式 反正如果你从Google下载的 一律都是utf8 或者你干脆记一下 只要非微软阵营的都是用utf8 只有微软跟人家不一样 就有同学说 是为什么微软这么不合群 因为你可想而知 现在Windows市占率多高 只要是电脑 应该都会灌Windows为多 基本上的话 如果灌个Linux 跟你用 它很多人应该都会投降 还是用Windows 所以基本上它市占率最高 你说Mac当然令当别论 Mac上面就utf8 所以基本上它想说 我市占率这么高 我干嘛跟你们一样 应该是你们跟我一样才对 所以会造成什么 编码方式 那怎么解决比较重要 所以将来如果你开起来 另存清党发现它是utf8的话 只要在我们程式里面 再加一个东西就可以了 就第一个是路径 第二个是你要读党还是写党 第三个你就跟他讲说 我的编码方式要用utf8来开就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可能要记一个语法 叫encoding encoding 就是编码 这边会显示说encoding 等于什么呢 双银号 给他一个什么 utf1-8 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说原来你这个档案是utf8 那我用utf8来帮你开 这样就OK 底下的讯息应该就消失 资讯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没有 全部都读进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个地方而已 那如何判断 反正以后 你只要开启 cp9 加一下就好了 就这样的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开档是没问题的 可是问题我现在只要前面的 这个十个会员 OK 所以特别是如果你今天 只是要前面十个会员 跟各位讲一下 你就不能用read 因为read是全部 全部意思说我不管怎么样 全部都要捞进来 但如果你有限制的话 你可能要想说你就不能用read 那用什么 read light 可是read light只读这一行而已啊 那这个时候你会用read light加什么呢 read light加s 那前面的话 可是特别是他读进来的东西 就不是一个字串 而是一个串列 我习惯的那个变数名称叫list1 那特别是如果我今天用read light 把它读进来的话 那会有什么差别 我们把它print给各位看一下 read light 特别是他就是长这样子 中瓜糊开头 然后一笔资料就帮你把它放在一个字串里面 一个字串里面 那这个结构你会发现一定是编一定是什么编号姓名生日血型手机 最后会多一个换行 反斜线N嘛 那如果我只要前十个会员的话 那基本上我可以什么可以在底下写个回圈就好了 for i in range 有没有 range 的话跟他讲说 我不要全部哦 我要从第0个到第几个 因为编号从0开始 然后十个会员的话应该到哪边停下来 反正最后应该是第十一笔 对不对 因为第一笔是栏位名称也算 十一嘛 可是要减一嘛 所以是到十嘛 所以是要十的后面就十一嘛 应该懂我的意思 反正自己算一下 懂那个逻辑就可以了 好冒号 接下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给他range之后 然后再来的话就print print之后的话呢 就是再把这个list 放到里面 然后后面加个什么 中瓜糊 加一个i就可以了 OK 看得懂意思吧 意思说呢 我要抓第一笔栏位名称 抓第二笔 一直抓到第十个会员 他帮我分别print出来 OK 所以我把这上面这个print先注意一下 先不执行 执行这个 你会发现前十个是不是就出来了 执行 出现了 有没有 抓第一个print 抓第二个print 抓第三个print 但是你会发现 老师这边为什么多一个换行 因为刚刚不是多一个什么 反斜线N 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几个方法 你可以把后面那个反斜线N 拿掉 那怎么拿掉呢 记得哦 你可以在后面加一个方法 叫strip 这个strip很重要 因为以后呢 如果你假设要把那个 你的资料的前后 多余的字串拿掉的话 你只要加个什么 strip 然后呢 跟他讲说 帮我把 只要前面或后面 有出现反斜线N 跟这个东西 或刚刚同学 用空白也可以啦 比如说你如果要空白拿掉 你就中间加个空白也可以 那就帮我把它拿掉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执行 就ok了 那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 ok 所以我刚刚主要做两件事 一 把这个档案的资料读进来 那我原来是用read read 可是read呢 他没有办法就是切割资料 所以如果我要切割资料的话 就用read line加一次 那如果我只要前十个会员的话 那我给他range 0到11 到11停下来 都0到10 ok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encoding等于列8 ok 注意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开档没问题 然后切割资料没问题 再来第三个最难的 如果我只要留下姓名跟手机 怎么办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都会提示 要需要什么 先把它剖开来 剖开来有没有 就用什么splitter 剖开来之后 再去取得它里面的第几个 姓名是0编号码 1 所以取1 跟取手机是4 1跟4留下来 其他不要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第三个可能难一点 但如果你会的话 以后 处理这些资料 就会很简单 那这是什么时候 因为你这样还要做报表嘛 那做报表 比如说人家给你一堆东西 你势必需要先从 人家给你东西先捞出你要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当你蓝 它很多蓝 可能它有20蓝 那你只要其中的几个蓝 因为你报表不是所有蓝位都要嘛 你要的蓝位留下就好了 那怎么办 所以其实道理跟这个很像哦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会举这个范例 因为其实就是工作上会遇到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范例熟练的话 回去再找相关的资料 给一天看 你觉得好用 程式没几行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Python 之所以会受欢迎 真的程式不多 而且 也不难记啦 但是也不是说 不需要背啦 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东西熟练它就好了 你看这个程式 基本上只有四行 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尽量还是这样 这些东西云端上有答案 但是做完之后建议是什么 可以自己打一遍看看 不用死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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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